終點是神學啟示的起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懂什麼 我們要懂自然科學、物理學 處理光、熱、能 我們要認識宇宙 我們要認識化學、生物、認識醫學 還有到最後是數學 因為數學原理是最什麼 是最嚴謹的 但是數學最後的那個公設 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比方說在平面解的兩點之間 最短的是什麼 直線 這歐式幾何 但是這一點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只能夠什麼 你只能夠去接受 因為真理太大了 所以最大的真理 不是讓你去證明的 因為你要以更基礎的真理 去證明那個更複雜的真理 但是因為這個真理太什麼 太基本了 你只能夠相信 你不能去證明 就像太陽一樣 你看太陽的時候 你看中午的太陽你要怎樣 你要戴太陽眼鏡 否則你會嚇掉 因為真理太大了 所以上帝也是一樣 上帝的存在 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你只能夠去什麼 去相信 所以說你相信吧 好讓你了解 所以聖經從來沒有證明它的存在 你有沒有孩子 孩子說爸爸 你結婚的時候我都沒有參加 你怎麼證明你是我爸爸 你孩子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感謝主 如果孩子問你這個問題很簡單 你就當他一個巴掌 他就醒了 抱抱抱抱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 有些東西是什麼 是當下的 是一個實存 實存的東西 不是用你理性去思考的 所以說 哲學的終點是什麼 科學的終點是 哲學的起點 就像 數學最重要的那個公色是什麼 公色是不能證明的 你要以那些的公色去什麼 去證明其他的什麼 數學的定律嘛 因為自然科學是問什麼 問what what is this 那是什麼 那是光 那是熱 那是能 但是哲學是要問什麼 問why 為什麼 你是個女生嘛 這是個事實嘛 你是個男生 這是個事實 這是什麼 但是 哲學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是女生 而不是男生 why 是啊 因為你是一個女生 是一個死 就是說實際 所以我就是個女生嘛 但是我為什麼 是女生 而不是男生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好的question 那神學 那神學是什麼 哲學的終點是神學的起點 你問完以後 因為上天問說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你要 question behind question 再說 Q B Q 不是 barbecue question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難道你不滿意 我知道你是女生嗎 這叫神寫問題 這樣你清楚了嗎 神造萬物個案起始成為美好 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裡 但神至中的作為 忍不能什麼 忍不能明白 我們來看真言 真言的第三章 十一節 林明兄 三章十一節 沒關係慢慢來 所以我就是 醫生的慈悲勸你們嘛 你一定要買一本聖經嘛 因為這是以後你們 從會傳到你一定要什麼 聖經滾瓜 從創世一到起始日 你都知道哪一節在哪裡 它是誰寫的 它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知道 不然你去中國宣教 結果停電了 第三章傳道書 第三章十一節 傳道書 傳道書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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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書 三章十一節 對 神教萬物 讓實實成為美好 又將你一生安住在世人心裡 對 哇 這個是很有深度的 這個作者是誰 所謂是什麼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 一個以色列的王 所以神兆怎樣 王牧家 個案起始 成為美好 這就是一個神學 哲學問為什麼 上天說你為什麼問為什麼 你要相信 我讓你成為 台灣的主人 你是哪一族 布農族啊 台灣有十四族 還有十五族 叫布滿族 十六族 叫月光族 十七的叫純桿布族 但是我是布農族嘛 所以為什麼我是一個布農族 而且我生在這個時候 個案起始成為美好 對不對 所以你就什麼 用你的信心接受 這是信仰 這不是哲學 這也是理性 理性想不通 可解是什麼 事實你是男生 哲學是我要問 為什麼我是男生 神也說 你就要相信就好了 還有比男生更好的嗎 那就對應你 在周口成為一個女生 是最棒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賞賜你自己 欣賞你自己 所以你說 我被造得很好 對自己想講 現在就講 我被造得很好 因為我是天的兒子 我是天的孩子 我是真命天子 你知道嗎 你上禮拜你沒有啦 你才不曉得 你是真命天子 皇帝說我是天子 地理是什麼 我是萬歲 地理是千歲 只有我們是萬萬歲 因為什麼 他將永生安置在裡面 我們要活到永永遠 我們才是萬歲 你知道嗎 我們才是萬萬歲 有沒有 我們是天 那個第一大叫做天嗎 我是第一大的上帝 是我的爸爸 我是他的女兒 我不是天子嗎 所以你要了解你的事 你要了解你的identity 你生物的認同 你就不會輕易受傷 我們傳道人 我就很容易受傷 我做了這麼多都沒有人欣賞我 我跟你講 沒有說我好 我經過了聰明的討論 經過要不要吃pizza 要不要吃米飯 要不要吃包子 或是說每一個人都是paradise 很複雜 終於做了決定 還有人說什麼 怎麼是這樣子 你都不用受傷 為什麼 狗咬你 不是新聞 人咬狗就明天變成新聞 你不要跟他一般見識 阿妹 你是天子 你是乾隆皇帝下江南 你也是皇帝 我本來就是皇帝 不認識我是你的損失 六次難尋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也是啊 你是每一天帶著什麼 耶穌的容器行走在地面上 耶穌是道成肉身 你是肉身承接這個道 因為基督在地裡面 哇 氣裡面有什麼 有寶貝嗎 帶著耶穌心走 我講有沒有錯 是真的 我們今天把他們信仰看得太膚淺了 我們是全世界最榮耀的 阿妹 道成肉身 肉身成道 承接這個道 然後活出這個道 讓人從你看見什麼 看見基督嗎 阿妹 你不需要講道 你只要繞一圈 人家就相信了 為什麼 因為人家看見 所以不要講太多道 用講的 講的沒有用 人家聞出來 有基督心香之氣 跟著蒼蠅找什麼 找廁所 跟著乞丐去要換 跟著千萬 賺百萬 跟著耶穌就得永生 就是這樣子 是你是被吸引來的 而不會強制 我成為基督徒 很不幸的 我怎麼這麼歹命 耶穌呼召我 還跑到神學院 還要善良 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太棒了 是徵召你啊 是徵召你啊 皇帝徵召你耶 做他的侍衛大臣 好不好 做他的貼身保鏢啊 對不對 和聲就是這樣子嘛 他本來是一個侍衛 皇帝就把他找來 以後他成為什麼 最有權威的公爵啊 當然最後他貪污了 沈兆萬物怎樣 個案起始 成為美好 他在末年 末月的某一天 你被生在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時空 有沒有逃避時空 你不能逃避時空 而且讓你去念歷史 還去考研究生 讀馬列主義 神照萬物各案起始 怎樣 成為美好 所有的生命都美好 哇 太棒了 然後在某一天 你越見了耶穌 然後重生耶穌服 好不好 這來跟隨我 所以你就應用你的自由意志 按照家務 你說你是被命定的 你走這個月亮衛星的路線 他說我應用我的自由意志 願意降服 我最高的應用我的自由意志 就是不再使用我的自由意志 我的自由意志是怎樣 完全讓你囚禁 有正 你來決定 那你看著辦好了 我們太好了 最大的自由是放下自己的自由 我們有不幻覺的自由 我們有不幻覺的自由 不是自由的一幻覺是有不幻覺的自由 這叫三治 所以我們一定要走三治路線 自由自在自然 不是刀那個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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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理使你得自由 自由 第一個自 第二個自在 誰是誰在 我都得密切 被關在哪裡都很自由 寶寶跟西 他被關在這裡裡面 他扮演起來讚美上帝 自在 還有呢 自然 你看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的第四章 二十 二十六節 第三個字 自然 光榮有沒有來 蛤 你有來 哇 我們終於有這個光榮了 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節 你幫我們唸 對 黑夜睡覺 黑夜睡覺 自然的 哪個呢 先發描後 掌睡 再後 後睡 再後 睡上 結成 收成的時候 到了 我們家有些長期的目道友 有幾個 差不多的 他自動來 要求收洗 刮手低落 對不對 時候到了 應該了 所以神的果 他講神的果 神的果怎麼生長 你怎樣 黑夜睡覺 你起來怎樣 怎麼都走了 他是什麼 地生五穀式出於什麼 自然的嘛 種瓜得什麼 種西瓜 不會得東瓜嘛 自自然的嘛 種瓜得瓜就很自然嘛 你想要什麼 你不要這樣去挖嘛 不要燕毛助長嘛 你去負責睡覺 為什麼 九點半了嘛 要下課嘛 對不對 回去睡覺嘛 你的孩子你不要催促他長大 怎麼 不知不知不知長這麼高了 就是這樣子 他覺得什麼 睡 孩子要讓他睡 吃完 快樂 不就長高了 我兒子 哇 以前 爸爸 你帶著我們 希望再過一年 你就帶著你的孫子 一樣 這麼快啊 都快四十歲了 很快啊 真的 自然嘛 所以你不用猜那個 喔 無常老 一眉大一寸 藥啊藥 藥啊藥 都不用 他到時候都會長大 你就自然就好 所以神的果是什麼 成長是自然 你不要去催促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 請你不要叫醒我所愛的 等到她什麼 情願 用耶穌的愛來吸引她 不要說你要嫁給我 你不嫁我就去死 死給你看 沒有用啊 被強迫的愛 沒有什麼用 對不對 你的美自然會吸引她 九點在那邊等你 好不好 因為是你的美上吸引她 耶穌用他的美吸引我們 用他的愛吸引我們 你們是志願上勾的 沒有你強迫你當傳道人 阿妹 蘇師傅是決定 決心決定不會嫁給傳道人 我當時1977年 不是傳道他嫁給我 付我他的條件嗎 上帝很厲害 七年以後神就呼召我 感謝主 他也感謝情願 當了師母 感謝主 對不對 這條路是神復朝的 是他的愛什麼 融化的我們 是自己的手 放下世上的享受 是自己的腳 乾淨到這什麼 苦難的世界 但是我們想福氣 我們是全世界最有福氣的 阿妹 所以不要當苦瓜臉的傳道人 要當西瓜臉的傳道人 西瓜是什麼 不是7點25 10點10分不是7點25 感謝主 所以我們是三字 自由 是什麼 要講真理 一定要講真理 該講就講 真理使我們得自由 自在 誰是誰在 或瘋無或有餘 我都得了秘訣嘛 已經到了莊子的境界了 莊七使 他給古朋和歌 師母過世的 你不要苦瓜臉 還是要 他已經去天上了 莊七 莊子的棋子死掉 他古朋和歌 他用打擊耶穌再唱歌 為什麼 他去的那個地方怎樣 比在這個世界的地方更好 容歸天家 阿妹 所以我已經要去了 風車神仙就交給你了 因為他沒有的在心打完了嘛 阿妹 感謝主 自有自在 自然 自然是什麼 睡覺 睡覺也容榮耀上帝 所以耶穌所愛的 必叫他安然 我這邊一個文章 應該寫給你們 睡覺也容榮耀上帝 睡覺也容榮耀上帝 睡覺榮耀上帝 有沒有 睡覺榮耀上帝 哇 你看 這是我這個前天寫 睡覺是我們受造 作為人一個重要部分 是上帝所吃的一份禮物 請問如果你 七十五歲 我七十五歲 七十五年 你二十五年都在幹什麼 睡覺 睡覺嘛 三文字的神人都在睡覺 八個小時 我們應當珍惜並享受祂 帶給我們的各種的好處 同時睡眠也讓我們在今世 得見屬林世界的真相 你不要常常半夜睡不著 把星辰亨成歌 這是周杰倫最新的一首歌 叫做《屋頂》 我這先給你們好了 對不對 可以嘛 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睡覺很重要 在遇到災難的時候 遇到有困難的時候 耶穌上的船怎樣 門徒跟著他 忽然氣的暴風 耶穌怎樣 睡覺 而且睡得什麼 好沉了 門徒說 福祉我們善命啊 你不管我們嗎 教導我們什麼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把耶穌叫醒 不要把耶穌叫醒 可以嗎 耶穌難道不知道嗎 我們常常把耶穌 每一次我祷告我 搖動你的手 不要常常咬他的手 讓他睡一個覺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很多的思想真的要改變 有很多的禱告都是不討神喜悅的 因為說你是小孩子 好便宜 真的 你要什麼 你還沒祷告以前 你所需要的耶穌知道不知道 知道嗎 你按著他的意思求 然後你就無步什麼 就無步得著 加約翰 一書 講得非常清楚 你要照著他的意思求 就無步得著 叫祷告的使徒 他的祷告 百分之一百多 上帝垂聽 百分之一百 所以你不要常常做見證 你打到一百件 兩件事情得到答案 你就見證 那是錯誤的見證 因為我們正好打到的是什麼 百分之一百得到什麼 得到垂聽嘛 只是有人是什麼 可能明天垂聽 有的是二十年以後 有的是你追十禮拜的那一天 你死掉了 其實有的人怎樣 就信主了 因為你為那兩個人得救 但是你看不到 只有在你死的那一天 他就信主了 這是什麼 這是Miller Miller他的祷告 George Miller 那個 英國的那個 他的那個 他專門辦孤兒院 他的祷告五萬件 神垂聽他 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件 加一 就五萬件嘛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所以不用擔心 耶穌也是不容主的上帝 耶穌也是不容主的上帝 他跟你講這種 心安理得 讓你神清氣爽 讓你不用吃安靡藥 碰到床這樣看到你的愛人就睡了 這叫平安 Sharong 不必擔心啦 這個哲學 都聽不懂 聽不懂 沒有什麼關係嘛 都知之為自知 不知為不知嘛 沒有關係 平安嘛 享受你自己 所以你要享受每一個現在 當下就是永恆 煩惱就是菩提 所以你要享受你現在好不好 Enjoy 現在就是什麼 現在就是永生嘛 永生已經在裡面嘛 審照萬物個案起始 成為美好 審照了 2018年的9月10號 晚上8點46 你就坐到這個地方 上課 這不是神所命定的時間嗎 說 這是耶和華 這是耶和華 說我聽聽也知之 說我聽聽也知之 我們再集聰 我們再集聰 遙歌詩 歡喜 遙歌詩 這是這樣子嘛 所以就是一個命定 你去享受這個命定 多好 每一天就是神為我所命定的 我的命已經被算好了 我是全世界最好命的 所以我基督主不必算命嘛 因為都已經被算好了 阿妹 年年好年冬嗎 你泥河泥湯啊 夜夜市春宵嗎 每一天都是享受神給我的最好的 真的 但是 你就能夠宣教嘛 你也不必怕公安的來抓你 如果被抓 也被抓了嘛 因為我有被抓的恩赤啊 因為每一天都跑了 我跑得最慢嘛 因為體積比較什麼 比較大嘛 體格 還比你跟他 有一個弟兄 他每次老是都被抓 他是我有被抓的恩赤 因為跑得最慢嘛 他感謝主 他每次進去啊 平常都很忙啊 去那邊都不用工作 哇 弟兄姊妹都來看他啊 什麼伯伯啊 叔叔啊 阿姨啊 很多主人的弟兄姊妹 都說他是他的親戚 他說 你怎麼這麼多的親戚來看你啊 都帶著東西來給他吃啊 他平常都沒有時間休息 在那兩三天啊 都休息得很好 又吃得了 又吃又睡 然後吃完又出來了 又好恩一條 拼命常乎 好不好 好啊 這是耶瓦所定的日子嘛 阿姨 這你怕什麼 這不必怕 要討的也要討啦 那被抓的話就是這樣子嘛 也沒有關係嘛 就他退休了 他沒有退休啊 他在這個公交車上 一旦那個抓他的公安呢 他說 公安說我退休 他說 你退休我還沒有退休呢 他已經80了還沒有退休 還在為主工作 好不好 所以弟兄姊妹妹 我們沒有退休 我們只有轉跑道 即使會快起死也要退休的 退休是什麼 對我們來講 我們永遠沒有退休 只是轉跑道 沒有的事還在什麼 還在前面 對不對 好久丟臉到最後面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阿姨 誰裡面賭豐收 你不要去 哎呀我年紀滿大的 不大 人生七十才開始 歐巴馬55歲退休 川普70歲才當總統 真的啊 感謝主 所以說科學的終點是哲學的起點 因為科學 所以我們要懂得科學 所以我們不要輕鬆科學 但是科學是問什麼 What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電腦是怎麼搞的 但是哲學要問什麼 Why 誰照電腦 人腦照電腦 還有呢 神腦照人腦 誰叫神通電腦 你通的神 你的電腦就最厲害 我五十歲才用手機 六十歲才有iPad 我現在是最大的 叫做iPad Pro 是職業的 在學嘛 在美國也不容易 哇很多這個日新月異 真的啊 但是我們也興奮嘛 所以神腦照人腦 人腦照電腦 電腦怎麼都厲害 是神腦 是人腦厲害 是兩方面 但是人腦怎麼厲害 是神腦 所以你認識上帝 認識上帝 認識耶穌是什麼 智慧的開端 認識耶穌是知識的開端 智慧跟知識是從神而來的 誰認識神的國家是什麼 最厲害的國家 認識神的人是最聰明的人 如果你多親近神 你的太太會說奇怪 我的先生呢 你會覺得說 你太太怎麼越來越笨 不是你太太笨 是你越來越聰明 你越來越講 你認識神 你會改變 又有創意 阿恩斯坦 他是在最輕鬆的時候 最relax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相對論 一等MC平方 人在最輕鬆的時候 最親近神的時候 什麼idea給你 所以每天要花時間親近神 靈魂體要平衡 所以我每天起來 摔起來完畢 我就把咖啡煮好了 龍咖啡 開始親近神 默想 然後再開始讀神經禱告 一天的開始 我會把今天叫在神的手中 讓我成為眾人的師父福 讓我能夠榮耀你的名 每天怎樣 都很幸福 阿妹 包括你要投資什麼股票 你都要去研究 這是什麼 自然科學 這是財經嗎 兩腳踏東西文化 一心平宇宙文章 我們要懂 對不對 東西 自然科學 你要了解 這世界的局勢 你要了解 是不是 所以平衡 阿妹 所以我們看這個講義 這很多書 我發現有一本書 很棒 我很喜歡這本書 這叫什麼 《通行靈界的科學家》 這個人 這也是科學的天才 他跟當時最偉大的科學家是什麼 是有同樣的資格 但是他有一天被提到天上去 他整個神明改變了 他就放下了他的科學 他跟神經 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去 又回來 這個是不可思議 叫做史威登 那個誰啊 你跟我們再這樣下 你就發給大家 這樣可以嗎 好的 對 對 這是我在不知道幾年前看到 我很喜歡讀這本書 可是他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跟牛頓齊敏 對 我們不知道得多了 現在 因為現在的通訊 越來越發 這也是我在2012年 無意中發現到的 對 對 對 他能夠進入那個模擬的死亡 被提到天上去 對 還有在瑞典的女王面前 他通你 然後你 這個 很多的奇妙 他預言自己的時期 而且他知道 哪一個人 有人說 你在今天晚上幾點會離開這個世界 這個不能開玩笑的 他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 他不隨便 他講到死亡 死亡只是搬家而已 轉機嘛 他聽下去 誰 還有 還有你 你怎麼 到天堂去 還有他是不能自殺 通往天堂之路 哇 這個真的是 這是很棒 有很多人讀了 包括艾莫森 包括這個康德 還有包括這個海倫凱樂 海倫凱樂看了他的書以後怎樣 他對死亡就沒有任何的懼怕 海倫凱樂說 我以前一直處在絕望中 認為自己被神拋棄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 悲慘地活著 想做主上帝 但讀了他的書以後 我就不再痛苦了 我相信我不會死去 因為我們就都轉機到天堂 我們真正的生命不會死掉 我們的靈魂是永遠活著的 而且我們的肉體怎樣 有一天神為什麼 在給我們 而且是不會死壞的 太好了 這個是非常奇妙的 還有康德 康德1724到1804 他很難想像 人的歷史上居然有 像史威登這樣的人物 他未來也可能不會再有 他未來也可能不會再有 還有巴爾扎克 這個艾莫森 還有一個那個楊葛 卡用 他是個瑞人的心理學家 他是個偉大的科學家 也是個偉大的神秘主義者 哥德爾也稱聖他 非常奇妙 他說阿因斯坦的物理學 即使智信發達的現代人 也很難搞懂 聽說阿因斯坦的物理學 大概只有 前世代真的懂得只有七個人 就像馬克思的資本論 我相信毛澤東是不懂的 對 他只是懂那些濃縮本 這是對 但是他最核心的觀念 1734年 當時他已經了解了 這是一個天才的科學 因為他有一次的神秘經驗 所以他以後就不從事 他的科學的工作 這非常的奇妙 他跟牛頓是非常好的朋友 1745年之前 他跟發明 發現外有引力的牛頓進行焦慮 他本來是18世紀 明朝一時的天才科學家 他當時發明了一百 發表一百五十篇的科學論文 但意外的 神給了一個特殊的什麼 使命 他進入靈界裡面 那這是一個神秘主義 所以我們是 美國是講個人主義跟實用主義 Pragmatism 但實用主義跟神秘主義 其實是沒有相悲的 就是你要有馬大殷勤的手 但是你要馬利亞安靜的心 叫做雙馬起飛 但是你裡面的是什麼 是很平靜的 就好像最好的車子 外面轉得很快 但裡面的酌心是什麼 是安靜的 叫做雙馬起飛 彰顯拉撒路復活的生命 叫三合一 所以你泡咖啡裡面有咖啡 有奶精還有糖 但是你分辨不錯 就覺得很好喝 我們一定要平衡 殷勤但是不要過 你進入慢念 但是你不要停在慢念 你要出到淫外 因為很多人不認識耶穌 要平衡 你不能天天都要讀神學 要有畢業 要出去 但回來再進修 要到山上去 但事情也要回到山下來 對不對 摩西緊要到山上去 它要下來 是不是 所以最大的什麼 最大的隱世在哪裡 最大的隱世是在Silicon Valley 最大的隱世 是在哪 最熱鬧的地方 平衡 最大的隱世不是在少林寺 是在北京的什麼 對 裡面很平衡 三生和三家的生活是合一的 就像勞倫士一樣 我們這個豐說不是要講什麼 講這個佳奧文的神學 Tulip 五大典 還有呢 講內在生活 對不對 宜主合一嘛 是不是 勞倫士嘛 他在最忙的時候炒菜 就像他的領盛餐一樣 不是你不要炒我 我要安靜 不是啊 因為那個時候你這樣忙嘛 你在預備什麼 禮拜六的中餐的時候 你的心還是安靜的嘛 你在找師母掉了那根勺子的時候 還是很平靜嘛 你不要發佛嘛 所以你要理直氣什麼 氣平 絕對不要氣壯 絕對不要氣壯 你要理直氣和 你要理直氣緩 絕對不要理直氣壯 絕對不要理直氣壯 所以我跟那個天君啊 他募會 我說你不要理直氣壯 你要理直氣平 你不要試搶 你要什麼 你要有視落 懂得視夢的傳道人 才會走得遠 Amen 你們也會打獵嘛 台灣這種時候不能打獵 就是高山上消失的獵人嘛 布隆族啊 你就遵守規定嘛 對不對 不要跟太太什麼 吵架嘛 有一個男生說 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你說我每次跟太太講話 我太太都牙口無言 很簡單嘛 你都跟太太說 太太 我錯了 你可以原諒我嗎 就沒事了嘛 她都講不出話來了嘛 視落嘛 沒有太太 永遠不會錯 如果太太說是 你讓她錯 如果太太錯一定是你想錯 如果太太真的有錯 你一直說她錯 這就是你的錯 如果太太說只要她不認錯 她就沒有錯 如果太太 如果太太 真的有錯 只要她覺得她沒有錯 她就沒有錯 如果太太錯 你一直說她錯 這就是你的錯 總之 太太不會錯 這句話永遠不會錯 就是這樣子 就沒事了 所以招募的責任是讓太太快樂 太太快樂 先生快樂 全家都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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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如果不快樂 全家都不安寧了 阿妹 水管塞住了嘛 所以以後就不能再住了 再買一個勺子 對 但是她就是那個勺子 天下何處五荒草 何必擔戀一朵花 但是我就喜歡那朵花 你有嗎 不是理論的 不是理論乃是實際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講 剛剛這位科學家 他是一個科學家 他跟牛頓是齊敏的 但是怎樣 他進入了什麼 更高的層次 但是他還是回到什麼 地面上來 所以你不能停在山上 你要回到山下 耶穌變化他的形象 也只有那一次 所以我們要平衡 你跟耶穌 你要戴著餅 不要每次都 其他耶穌五餅二餘 也只有那一次 未養四千年也只有那一次 耶穌心頭在水面上幾次 一次平常你還是要坐船 還要繳飛 我們要平衡 你結婚典禮你的酒跟水 要預備得好一點 不要期待耶穌 變水為酒 就那一次而已 要平衡 要平衡 神機其事 但是有人的責任 就是這樣 所以說科學 我們要研究 那科學的終點是什麼 哲學學說 Why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樣子 為什麼我是男生 為什麼我是女生 但是你回答不出來 你要進入什麼 進入神學 哲學只是讓你更有深度 但是沒有給你答案 所以哲學的終點是什麼 神學的起點 為什麼我是女生 為什麼生在中國 生在這個時代 為什麼我好像每一次 都喜歡坐這個位置 他就喜歡坐那個位置 我那個戴帽子的弟兄 今天沒有他坐那個位置 我也不曉得 這是一個奧秘 是神學的起點 是啟示的起點 是信仰的起點 就是這樣子 你就接納 這牽涉到什麼 今天很多人這樣 要變性 他是這個實相全能冠軍 美國的那個實相全能冠軍 他就變成女生 他不滿意他的性別 他像上帝抗議嘛 為什麼我是男生 我要變成女生 真的 你要享受成為女生 現在你也不能改變你的身高了 感謝主 撿錢撿得比他快 對啊 所以你就負責去拿東西 他負責撿錢 就這樣子嘛 你要欣賞神給你的特性 你要享受神給你的特性 叫他神學 叫什麼奧秘 因為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基督的奧秘是什麼 我們這些外邦人居然可以跟他什麼 稱兄道弟 同為神的孩子就是奧秘 他提升了我們 奧秘 所以我們不會爭嘛 因為我們已經到最高地位了嘛 是不是 太棒了 所以這是 當然有很多書 我這邊 還有一本那個 林木大佐的 叫做《產以生活》 林木大佐 蘇蘇基 因為我們研究東西哲學 就是說 儒家 儒家是什麼 從那個《易經》 然後到了孔子孟子 這個中庸 大學等等 然後呢 道家是什麼 老子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生 三生汪物 汪物呼應而抱養 充其以為何等等 然後講什麼 講水 水三立汪物嘛 不爭嘛 水是什麼 人往高處跑 但是我們做傳道 要怎樣 往第一處 承受天下之污秽 污垢 都在他的身上 叫神器嘛 神的器名 就是耶穌嘛 耶穌是承受天下的什麼 所有的罪在他身上 耶穌承受世人的罪 所以他成為世界的什麼 人類的救助 所以這張東西都往你身上嘛 你承受最大的苦難 所以二十八週年 我們教會清清田 有家菜呢 還有這個蛋糕啊 還有西瓜 還有那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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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豆餅 不錯嘛 你都吃了嘛 誰最後一個人 誰最後吃的 熟牧師嘛 我要去看嘛 接待這些傳道 還要去上面看有沒有人 有沒有 我根本沒有時間吃啊 他講我很快樂啊 我們在什麼 享受嘛 在什麼媽媽嗎 媽媽他兒子吃 你很快樂嘛 叫犧牲享受 享受犧牲嘛 有沒有 就是 你被你吃得飽飽 你的女兒沒得吃 不是嘛 讓她吃嘛 你要吃 讓你吃不到 讓你吃沒關係啊 你很快樂 阿們 你看 所以我們要 像耶穌一樣 祂是主 祂是老師 祂是他們批門主的腳 所以祂說 我是你們的福祉 所以你們要學嘛 要 learn from me 祂是我的單是 親神的 我的惡是 容易的 所以你們要負我的惡 然後呢 學我的樣式 從我身上去 這樣你們心裡就被得享 安 安 寫 所以安寫的命也是什麼 這樣耶穌 去哪裡都把自己放在什麼 最高的位置 不是 放在什麼 最低的位置 像水一樣 水總是往下流 你就很輕鬆了嘛 你不要說 我是主任牧師耶 我怎麼不知道 我怎麼吃不到 不是嘛 我怎麼會有 對啊 你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 你都不會受傷 對不對 六等仆人洗門徒的腳 本來是要洗人家的腳 他怎麼會受傷 人家打你踢你這個不認識 你看不清你是應該的嗎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無名英雄嗎 我們是長江一號嗎 為共產黨賣命嘛 知道什麼 被共產黨抓住要槍斃了 說說我是長江一號 我是周恩來直接下打命令的 要隱藏啊 我是耶穌的密探嘛 行走在人間嘛 耶穌被跟在實力教上嘛 他說你說的是啊 我是神的兒子 我是以色列的王 但是請問 王要掛在木頭上 世界上的王是什麼 是把你掛在木頭上 不是他啊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基督徒是什麼 是異類 第三類 跟人家都不一樣 形式的標誌跟人家不一樣 價值觀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是真的共產黨人 為人民服務 旁邊的新疆不是毛澤東嗎 不是毛主席是什麼 主耶穌 而且不用戴 是生命活出來 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這個介紹有很多書 書都看不完 什麼是哲學 有沒有 第一頁的後面 有的說這也是愛字嘛 對不對 是一種人生的態度 是一種 有沒有 第二頁的吧 對對對 就對了 幫你幫我念好了 對 不是不是 第一頁的後面 好 你念吧 是 所以這是一個 所以一個責任 責任是什麼 我們說學問最高是什麼 叫哲學博士 你念物理博士是什麼 他也頒給你一個什麼 哲學博士 是物理哲學 是這樣子 是你在這物理的層面 你可以用全面的態度去看 對 所以這是用人生的態度 又很虛虛 寬容的 表現出一種心甘情願去看 一個問題的什麼 全面 所以一個念著你要看全面 所以永遠不要去跟別人爭論 永遠不要去批評一個人 因為人是一個奧秘 你只看到一部分 對 但難免我們會去批評 但是學習 還有什麼 哲學的目的是要接受各種科學的結果 各種科學 自然科學 人文科學 精神科學 不管是醫學啊 心理學啊 將人類的宗教跟倫理的經驗加添上去 我們有很多的宗教經驗嘛 有人怎樣 離家出走嘛 為什麼 因為他附近反對他去讀神學嘛 他半夜就離家出走 我在神仙教了很多年 從197 他就在神仙的前面等著大門開啊 因為他半夜跑出來 因為他爸爸不是佛教徒 是民進宗教徒 而且還是獨生子 你讀神學 有沒有 我們都有宗教經驗 你看那個William James的 宗教經驗之種種 他描寫很多的宗教經驗 有些是瘋狂的經驗嘛 聖法西斯 舊金山嘛 舊金山叫做聖 聖法西斯 聖法西斯嘛 他有神秘經驗嘛 聖夫知道他怎麼 跟窮人在 他已經是軍人嘛 他要去立功嘛 立功練這個 但他有神秘經驗 他就去跟窮人在一起 成為全世界最快樂的窮人 他爸爸很有錢嘛 但是他要去 他爸爸氣死了 因為他要繼承他家的財產 他說很簡單啊 我就不要繼承爸爸的財產就好了 他媽的更生氣 可以告他啊 然後在法院 因為當時他去法院告這個兒子 他說那我就不要繼承你的財產 他就穿著一些衣服嘛 他說你的衣服也是我給你的 他說當場把衣服都脫掉 就走出去了 聖法西斯 其實是整個天文教裡面最窮的 因為他們是祈禱會嘛 但是他們也是最有錢的 因為他們不愛錢嘛 所以人家死掉以後 都把遺產都徵給他們 所以他們的袍子是一個袋子 一條繩子 他們的衣服 神秘經驗 就像這個他也有神秘經驗嘛 我先生過世了 人家說他買了這個東西 但沒有錢 他說我先生沒有買這個啊 怎麼辦 請他去啊 他就去天上啊 去問他先生啊 說那個搜集放在哪裡 說搜集放在櫃子裡面的一個夾層 拿出來就有搜集了 我們不能了解 教父 我上個禮拜給你那個教父 沙漠的教父 沙漠教父可以去那個服務面前 叫這個死掉以後再起來 把這個東西放在哪裡 講完又家 又死了 這個我也不能了解啊 有的人就是神秘經驗 還有呢 倫理的經驗加添上去 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所以人所有的經驗 你都要去面對 把它統合 然後再考慮這個整體 所以這也是什麼 人的整體性 圓融性 圓融是立體 所以我們的信仰是立體的 就是說靈魂體 我們都要去注意 你如果今天餓著肚子 可能你在進食 但是你不能吃得太飽 你會打瞌睡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身體 會影響到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情緒 你小孩子給他吃很多糖 他就很hyper 所以孩子不能喝可樂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個天才 是交注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要懂得去面對我們的靈 我們的粉 我們的體 要過一個什麼 有節制的生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避免試探 中秋月餅放著 明天再吃 不要吃得太多 也不要吃得太少 所以基督徒會面對試探 年紀是什麼 其實飽肺 飽肺是什麼 就是飽肥的叫飽肺 有沒有 吃到飽嘛 叫飽肺嘛 我是不肺 我是不肺的 吃一兩把就不要再吃了 不肺 這是人性在那個地方 這是一個哲學 所以我們要面對所有的什麼 生命中的經驗 所以這樣他要掌握那個道 所以真正的道是什麼 我們說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 道是不可虛於而離 你不可一下子 接近離開他呢 比方說 你能夠離開我們的信仰嗎 我們的生活 動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呼吸嘛 上帝讓你有呼吸 現在地球有沒有以很快的速度在轉動 地球啊 但是你覺得怎樣 很平靜 其實是很快的轉動 八萬六千四百秒這樣轉一圈 一千四百四十分鐘 二十四小時 很快 又公轉又自轉 但是怎樣 全世界最好的司機開得很好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奧秘 但是你要懂 這是個道 神掌管這道 光是你的車子 這聯繫五個禮拜 六點五時你就在下面停 你已經有一次沒有來了 也不容易啊 我雖然是這麼準時 我都要四十五分鐘以前就開車 我家其實很近 我才能過十分鐘以前到 才可以遇到你 這是要設計出來的 要去注意 所以你看 這個地球轉得這樣的精確 這是個什麼 奧秘 或者是一個智慧者 叫道 這是什麼 自然科學 物理 天文學之道 還有哲學是 還有哲學是在什麼 比方說泰勒斯 他要探索什麼是 組成宇宙的基品元素 它等下是水 因為什麼東西都是水嘛 那印度是說地水火風 然後那個 Helacritus是說什麼 什麼都在變 是什麼 火 你遇到火你就改變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說什麼 Everything is changing except changing itself 就是說什麼 萬物都在改變 There is no reality except the reality of change 萬物都在變嘛 除了改變的變身以外 唯一不變的是什麼 萬物都在變 所以我們是不是都在變 你有沒有道理 都在變啊 沒有那個不變的 但是呢 中國人的意經講什麼 意有三變嘛 是什麼 變 而且是什麼 簡易 簡單的變 而且一直在變 不異 不異 變異 簡易 三個異 異經的意思是這樣子 有變有不變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變通嘛 但是你變通不是離開原則 原則是不變的 有時候是要禁食 有時候是要禁食 有時候是禁氣的禁食 吃飯了 禁食了 也是禁食的禁食 就像劉牧師一樣嘛 他禁食四十天嘛 我今天說 已經開始吃了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他說什麼 他說萬物怎樣 Being does not change 你看他在變 其實他沒有變 我們的弟兄 飛魚兄 你現在應該有一百七十棒嘛 不只嘛 對嘛 保守的估計嘛 一百八一定有 你生下來的時候 大概是七八棒嘛 差不多嘛 大概是這樣子 挺多十棒嘛 但是沒有十棒嘛 十棒已經是很 但是那個時候的 你跟現在 你是不是同一個人 是嘛 不變嘛 統一了嘛 但是呢 你的外表怎樣 對以前白變 真有變 有什麼 有不變 但變中有什麼 不變 那是不變中也有變 對不對 你上的課 從上來到現在 你哲學的知識 就是智慧比上禮拜怎樣 又增加了嘛 有沒有 一定有嘛 不然我就白教了啊 淺一默化嘛 是不是 對 所以你看 這世界就是這樣子 在那個 Perminidis跟 Helacritus裡面 在改變 所有的哲學 都在這兩個系統裡面 變更不變 變更不變 在什麼 在唯心論跟唯物論裡面 是什麼 一個哲學後面 帶出另外一個哲學 從唯心到唯物 從極端的什麼 極左派到什麼 極右派 還有中間路線 有沒有 有嘛 極左派要批判嘛 左句話 有時候又欲解嘛 所以周恩來 都採取中間路線了嘛 他怎麼能當這麼久啊 但是他不是騎強派嘛 這不容易 好 接下來 書有拉底跑出來了 他說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我一無所知 就是I know I don't know 哇 這是最大的知道 所以如果有人問你說什麼 我不知道 這是最大的知道 其實你知道很多 你知道百分之九十九 但是有一分你不知道 你就說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知道自己的無知 是認知的起點 知 辱自己 但是普拉圖說什麼 哲學期什麼 請要wonder 所以小孩子是最偉大的哲學家 小孩子 他生下也是來玩的 他什麼都很好奇 什麼都要問 有沒有 我們要向小孩子學習 因為只有製作人 可以進天堂 主耶穌說什麼 沒有小孩子 我們都是在老城 通常住太大了 天堂的門很擠 擠不進去 都被卡住了 對 身體很多神學都被卡住了 像猶太人一樣 那些的老師一樣 把耶穌定十字架 那些的大祭司 都懂得什麼 就約聖經了 但耶穌說 你們查搞聖經 因為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做見證的就是這件 但是 你們卻不肯到我這裡 得什麼 得生命 生命是得主來的 你拒絕它 你只要頭腦 很可憐 真的 所以教會裡面 不是那一綱信主的 最麻煩的現在老基督徒 我現在一先警告你們 但是我們也不要成為老基督徒 你現在牧師最怕去封收讀神學院 很麻煩 牧師講什麼 你只要批判兩句 因為我就是這種人 牧師看到我坐在下面 他就很緊張 因為我是念邏輯的 他講什麼我都知道 他的漏洞在哪裡 我是最麻煩的 麻煩的製造者 我們這種人要被上帝修理 對上帝上修理我 是什麼 哲學是起於Wonderly 哎呀 Wonder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的心起一個 哎呀 這世界多得奇妙 Wonder 像小孩子一樣 他看到什麼 對他摸一摸動 無聊 無聊 不是啊 很奇妙的 真的 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 腦子是柏拉圖 柏拉圖是唯心論 亞里斯多德怎樣 不是唯心論 它是什麼 它是比較實際 柏拉圖他認為整個世界是什麼 都是一個幻象 我們只是在洞穴的裡面看到什麼 前面有影子 因為下面有什麼 後面有光 然後反射 然後我被關在洞裡面 而且我頭都不能轉 所以那個只是真實實物的 透過什麼 蠟燭的光 所看到的幻影 所以這些 這個世界是什麼 是一個虛幻 真的是在哪裡 在天上 觀念 你們都是女人嗎 但是你看到女人嗎 我只看到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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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7個具體實在的女人 身高 體重 性型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都叫什麼 女人 請問那個女人 在不在 不在 好 有一天你會離開這個世界 你們都離開了 那個女人還在不在 觀念中的 在不在 在 所以到底是那個觀念中的 比較 永恆真實 還是你具體與存在 個別比較真實 比較永恆 觀念中 所以它是觀念論者 有沒有道理 有啊 沒有 好 你們沒有下課的觀念 有沒有 但是我等一下 在30秒 我就要具體的下課 是不是 有意思嗎